剛剛的部分特別注意,錄完之後的程式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會多一個Web Formatting等於那 如果你這個沒有的話,把它執行 它就會出現網頁上的格式 Web Formatting這個部分其實是要不要網路上面的格式 另外Web Tables就是你要抓哪一個表格 那個網頁,所以如果你將來要抓另外的其他表格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數字做變更就可以了 OK,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各位可以再跟之前的程式比較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第一個單元,你會發現我們錄製下來的東西是CSV 如果跟UIL比較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它最大的差別,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它這邊叫Texer 這邊叫什麼,UIL 其實其他地方好像幾乎都差不多 Designation這個一樣,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不一樣的部分的話,還有這個 Web Formatting,這個這邊一定是沒有 因為這個過來的資料不會有格式 因為它是CSV檔 然後還有哪一個表格這個也沒有 Flash一定有,所以這個Flash是一定固定,是網路上抓的 那這個文字檔的話,像CSV的話還有幾個設定 像這個Pattern Phone 我們用950有沒有,是950、65001嘛 那這個的話,在UIL裡面也沒有 因為它直接抓下來 所以哦,之前有遇到過,如果你用Creditable抓網路資料 假如是亂碼的話 那你會發現,UIL好像就沒有像這個可以設定 如果你把這一行編碼方式放過來,它沒辦法亂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也許UIL這個地方去抓網路資料 有一個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就是亂碼 那如果你用這個Creditable抓 它沒辦法改變 那可能要別的方法了 像我之前的話,遇過 像那個Yahoo股市抓下來 用Creditable抓,哇,亂碼 那它沒有辦法轉碼 所以如果你要用Creditable抓 就沒辦法完成 就是你可能要改別的方法了 那我是後來改成什麼 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呼叫那個什麼 在VBA裡面 其實是可以呼叫那個IE瀏覽器 把IE瀏覽器呼叫到VBA裡面 然後透過IE瀏覽器在背後執行 把背後run 然後得到資料 再把資料從IE瀏覽器 再傳到VBA裡面 一樣可以取得 那那個問題呢 就是說呢 可以解決所謂的亂碼問題 我記得好像在我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也有 下載Yahoo股市資料 在第五個單元 OK 那也就是說如果 假如你是用Creditable抓的話 像這邊會出現這種亂碼 如果你是用那個從Web的方法 一抓下來 奇怪就會發現這個問題 OK 所以其實是可以改用什麼 IE物件下載 只是說他怎麼去下載 這個後面我們有時間 我們再來看好了 你也可以試試看 Yahoo股市那個資料 Yahoo股市的這個網頁 這個當然你可以用那個Creditable 這個用那個Creditable44抓看看 那我們剛剛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先錄製 然後取這個把多餘的程式刪除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因為我們有60個 這個Index這個Page 就是網頁總共會有60頁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網頁這個樂透雲 然後他透過什麼 IndexPage等於1的這個參數 主要是這個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希望讓他每一次每一次的去變更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這邊自己去改 可不可以 其實當然也可以 有沒有 IndexPage他會馬上Run 有沒有 變成2020年的7月24號 有沒有 那如果你在Run 比如說你這邊把他輸入3 Enter的話 其實會抓到第三頁 那也就是說 那個用Get的方法 方便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以不一定透過程式 你也可以自己去變更你要的資料 那這個ASP的話 他的背後的Run 就是運作的方式就是說 他其實這個資料是存在他主機上面的某一個資料庫 然後呢這個ASP的程式透過你給他的參數 再去動態的把那些資料 從資料庫撈出來之後 然後再丟到網頁上給你 他動態丟的 OK 那我們再把這個資料呢 扒取下來 所以其實也是等於是從他的資料庫把資料抓下來的意思差不多了 那目前的話我們已經把資料給抓取下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還多一個回圈 OK 所以以後的話呢 假如說你是有固定範圍的頁數的話 那其實都可以類似用同樣的方法 丟一個參數給他 那只是說呢 你要讓他向下追蹤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是要判斷 如果A1裡面是空的 那我R值的是哪一列的意思 哪一弱哪一個列 等於1 反之的話呢 就是向下追蹤 加1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這個前面的R等於1喔 這個判斷一定要加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直接就向下追蹤加1的話 那會變成怎麼樣呢 變成說如果你開一個空白的喔 那你沒有判斷你就直接Ctrl向下的話 他會直接跳到1048576 那如果呢 你再把它加1的話 變成1048577 特別注意喔 跟各位講喔 他一定會告訴你說錯誤 為什麼 因為他最大喔 特別注意喔 這Excel裡面的最多的列數就是1048576 絕對沒有1048577這個東西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常常同學有出現那個錯誤訊息喔 那通常是你已經跑到最下面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你怎麼 像我們剛剛RUN的這個方法有沒有 這個叫做向下追蹤有沒有 ZRANGE A1喔 點END 其實這個動作喔 其實這個動作喔 如果你還不確定說你到底程式寫的對還不對的話 其實喔你可以用什麼 用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A1 然後Ctrl向下 如果它跑的位置是你要的那個位置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程式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如果假設 可是問題如果假設不是喔 假設你一跑一期間停在不對的地方 那表示喔 程式如果這樣RUN也會一樣有同樣的問題喔 所以喔 這個有點像模擬什麼 游標放A1 Ctrl向下 向下之後呢 所得到的列 是哪一列的數字 幫你把這個列的數字喔 透過這個點RO的屬性喔 幫你取得裡面的資料 就傳給你 像剛剛不是91的樣子吧 假設91 它就把那個 Ctrl向下91的那個數字喔 放到這個位置了 OK 放到哪裡 放到點RO的這個屬性 它叫屬性 其實屬性就是放資料的地方啦 把那個資料呢 傳給你 然後91 你再加1 就變92了 OK 那意思是說幫我將來放在92列的位置 前面跟那個什麼 跟A串 所以就是放在92 A92的那個位置 OK 所以這樣一直往下動態的放 欸 就可以很 這個什麼呢 很符合我們要的結果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P次下載喔 有些地方真的還蠻快的 一直行的話 大概RUN一下 不到幾秒鐘的時間呢 所有的網頁上面的資料呢 就會通通的被你抓取下來了 那當然如果你之前呢 假設用圖法鏈的方式來做的話 當然絕對不是這麼的時間啦 有沒有 就是你可能每天要撈 那每天要撈一次 那不是又浪費一個時間 所以有的時候喔 你可能要思考 如果你的這個資料呢 這個假設重複性越高 越需要這樣做 而且你會發現 因為現在喔 除了大數據 這個分析的需求 另外還有物聯網 物聯網IOT啦 AIOT 或者各種裝置喔 所有裝置幾乎都能夠上網 也就是都能夠產生資料 那能夠產生資料的話 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資料要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也就是以後喔 真的資料產生的速度太快 然後產生的量也太大 這個時候怎麼辦 需要有人去幫忙去處理 比如說我希望喔 把它做出報表出來 到底這個數據 結果背後的是什麼意思 那一定要有人去分析嘛 那問題是喔 如果你還不會這些方法 你用圖法鏈鋼的話 我說真的 你怎麼做得完 理論上應該是喔 而且這個資料量的趨勢 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看到 那個資料產生的速度 在爆快的 而且還利用還有一個特性 那個IOT裝置 它是24小時服務的 24小時 所以24小時它不用睡覺的 不像人還要睡覺 所以它產生速度 是24小時都在產生資料 那你24小時 等於隔天你要處理的話 你就是要趕快處理出來 否則的話你24小時 又24小時 可能你還擔心放假 放假可能還要遠端去處理 否則資料太多 你無法處理了 所以怎麼辦 這東西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以這樣目前趨勢來看 說真的 你不會用這些方法 可能我覺得未來年輕人 工作上就是一個問題 他如果對這不熟 那怎麼處理 可能頂多你用Excel 也許還可以大概可以cover一部分 但問題Excel 它如果裡面的函數這樣用 其實還是不夠 說真的 而且很多函數是做不出我們要的結果 變成說你要一半是用函數 一半是土法鏈鋼 那還是做不完 OK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一直在加班 有部分的原因 我覺得還是跟它的專業技能不足 原因是還蠻有關係的 因為有些事情說真的 用對方法真的很快就解決了 用錯方法 就只能土法鏈鋼 像這個60頁 而且如果你假設經常要更新 資料又更新 你又再來一次 那不是又再60頁嗎 那但是這個問題 我們下載的東西其實問題 還沒完全解決 為什麼 因為其實資料還是有部分問題 我們需要把它解決掉 那解決一樣 你如果用土法鏈鋼的話 當然還是要花很多的時間 可是如果你把它寫成程式的話 那以後就是一個按鍵的動作而已 按下去 全部OK了 那裡面還有哪一些 我們可能要把它變得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足以來看 首先第一個 資料是下載下來沒錯 但是問題 你可能需要注意什麼呢 這個日期 這個日期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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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iff 就是跟它同一列的那種 點什麼點Delete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不過我們是倒過來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從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是 這個是5457 所以它會一直Ctrl向下 5457 然後它會怎麼樣 它會一直往上找 是不是日期 不是 是不是不是 一直找 那我們找到哪一個 我先這個設個中斷點 然後讓它全部執行好了 找到5370的時候 5370 那就是日期這個 那我看到它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5370的這一列 把它刪掉的話 那就是Rose 5370列 幫我刪掉的意思 刪除 有沒有 那一列就刪掉了 那再往上找 一直要往上找 反向刪除好處就是因為 如果你往上找刪除的話 它不會影響因為你往上地補 而造成你要找的下一列 假設是你要找的資料 而就是找不到的問題了 所以這個建議是刪除的話 記得是反向刪除 其他都一樣了 所以我們就把中斷點拿 拿掉 然後呢 就讓它全部刪除啦 OK 好 那就完成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下載完之後 把多餘的日期刪除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還要做什麼 日期搞定了 接下來還要第二個問題 你會發現喔 123 它因為喔 所以我是 它因為這個資料呢 它這個上面好像是跨欄字中 好像合併儲存格 這三個好像合併在中間吧 OK 所以變成說它抓下來的資料 有部分資料是要的 有部分是不要 哪部分是要的 你會發現呢 我們其實日期的話 應該不是像這2020 而是應該下一個儲存格 像這樣 而且你會發現 它這個儲存格還蠻妙的 其實裡面應該是 就是完整的日期 可是它看到的格式 卻是11月6號 所以 那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下一個動作呢 把日期列刪掉之後 下一個動作呢 其實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 它的下一列資料 复制到哪裡 它的上一列 也就是實際上這樣 就是把這個日期 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打個勾 然後再把這下面兩列 把它刪除掉 然後下一個動作又一樣 下一個動作又一樣 可是當然不是叫你用塗髮煉缸 如果你用塗髮煉缸來做的話 有沒有 複製 取消 貼過來 然後再刪除兩列 哇 那你要做非常多次啊 它總共要幾百期啊 你可能要做幾百次這個動作 所以如果我希望這個動作呢 透過VBA來完成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呢 請各位先試試試看 剛剛我們講到的部分 這個也一樣在雲端上喔 在第幾頁呢 在第三個單元的第三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喔 我們需求是 第一個把日期複製過去 再把多餘的列給刪除 所以如果這兩段喔 假如說 我要來RUN的話 給RUN給各位看 這邊有了喔 複製日期 你可以看我先複製日期好了 有沒有 全部複製了 然後再把這兩列刪掉 但刪除好像會比較久 因為它等於是喔 兩列兩列刪除 兩列兩列刪除 刪除完有沒有 全部就OK了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你會發現喔 其實VBA還是蠻好用的 因為如果不會的話啦 你就是慢慢慢慢來吧 一整天都是在複製貼上刪除 複製貼上刪除 而且喔 你今天做完喔 你下一次如果還在撈一次 再再來一次 那真的是我沒完沒了的 可是如果你誠字寫完 就做一次就好了 OK一勞永逸啦 請各位試一下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立方喔